最近天氣真的很熱啊 真的很熱 然後哲漢去那個 去打那個高爾夫 回來了以後 就一動的抖 他說 這鬼天氣 要把人給曬乾了 然後後面就是 又又又感覺又成了奧利奧裡 然後他自己發現自己又成了奧利奧 然後然後現在不敢去世外打了 對啊他又成奧利奧了 現在就是突然間發現這個賽的太恐怖了以後 他自己也不敢去了 他 關鍵是 關鍵是 就黑得很均勻啊 就黑得很勻啊 他自己也都覺得自己黑了一個度啊 那麼臭美的人 接下來有雨會降點溫 不是不是恒電這地方 下雨 懂嗎 就恒電這個地方啊 就是下雨跟跟那個跟跟呃 降不降溫 沒什麼過沒什麼呃 關系 他下雨以後只會讓這個空氣更悶 就恒電的地方啊 就是他下雨根本就沒有說所謂什麼降不降溫的一個問題 他他只會讓這個天原本很熱的天氣變得更悶 你還以為你媽這兩天不跟你爸在一起的 沒有啊 沒有啊 也沒有沒有回去啊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啊 蛤 要 什麼什麼東西 你以為你媽這兩天不跟你爸在一起呢 沒有吧 也有吧 就是你爸下班晚啊 他最近是不是夜班挺多的呀 他最近夜班挺多的吧 蛤 對呀 也沒有什麼吧 也沒有啊 就還好吧 沒有聽說說他們倆有什麼風波呢 沒有耶 一直一直都 一直都是一起啊 就就要是要是一地要是幹什麼的 有應該有會說 應該有會說有什麼計劃 但是沒有聽說耶 聊什麼 就很日常啊 你爸最近 怎麼說呢 出班也早 然後下班也晚 你媽就沒 就是有 就沒什麼事的話 都會他出去打球啊 就 對呀 不知道為什麼怎麼 每次去恒店的時候 就最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早事 還有一個是打告夫 今天看網上小作文說 俊子的替身都跑路了 熱真的 寶滿是真的熱 原來下班晚和老婆溝通少了 什麼什麼東西 沒有啊 他就是這種情況 也也也不少啊 是不是 這種這種下晚班的情況 也也不少啊 也沒不至於耶 沒有沒有 我最近沒有覺得你爸這邊 有什麼什麼問題啊 沒有啊 他該秀還是秀啊 就就就 純粹就是這個天氣熱 就很這樣很不耐煩 知道吧 就哲漢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都說啊 這天氣真是熱的 讓人心煩 他去他真的要 要么就是去打打告夫 他去橫店真的很愛打告夫 不明白為什麼 就橫店那個告夫 有什麼好的嗎 啊 你們你們誰給我解釋一下 他他每次去去陪主啊 他每次去陪主 真的好愛去打球 然後還有那個找事 你們你們好 橫店那邊的找事 有什麼東西 就是這麼這麼的迷人嗎 我我不是很懂他 他群眼都中 也也中暑中暑一了 就是很熱啊 對啊 他發個字要來給我打電話 哎呀 你想太多 哎 我我我我都說了 你們嗑的東西 我一般都不太嗑的 我都不太嗑的 那種什麼數字堂 什麼微博的那種 就就我 我我會 我會就覺得比較 就比較覺得 啊是那種 就是像那種日照金山 他發那種背景照 發那種我才我才會 我才會 哇工具你 你你真的很愛秀 就是那種什麼BGM 那種什麼點讚啊 還有那種什麼發 發什麼其他的那種 我是 什麼同款那種啊 我都不是很care 是不是那邊的那個 高爾夫球的那個環境好點是嗎 還是還是還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是他去 那個橫店那邊真的很愛去打高爾夫 然後現在現在那個人不是曬黑了一圈嗎 因為好像那個場地挺大的 就是要曬 在太陽下面曬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好像有點黑了 然後現在又又轉成打室內 純無聊吧 我也覺得好像也是有點純無聊 沒事幹吧 不知道耶 反正就就買過去了 然後然後那邊的找室呢 能有能有什麼東西買啊 我都感覺他們他去找室那種給我感覺 就要去逃古董的那種 但是也不是啊 他真的就是純粹去逛 也沒見他買什麼東西 懂吧 他就愛去 我不知道他以為他去逃什麼古董呢 也是橫店也算是他第二個 第二個故鄉了他 大家橫店的橫店的時間 比他在那個 比他在北京上海還要久 對呀 我也不是很懂他 就也沒見他買什麼 但是真的很愛去那個 那個早餐那裡去溜溜答答的 早上嘛一大早的時候也還好啊 一大早還好 中午啊還有傍晚那種時候是真的是熱的要命 穿個大樑脫 哎 我也不知道就是哪來的 反正我就覺得他做超悍的這個 你說你說他精緻嗎 他他又很care 很care自己是不是被曬黑了 然後又很care是不是又是不是又胖的那種 他又很care這種 但是你說他又又很care自己的外貌嘛 就經常那種大背心褲衫那個拖鞋 又又又又穿著像那種大爺一樣 你就是就永遠在那種你覺得他精緻以後 他又他又在那種超悍的邊緣在那裡跟你徘徊 然後你就覺得他是個超悍的時候 他比你比你還在意他那張臉 對啊他不他不就這樣子嗎 原生態 對啊就是你你就覺得應該也是那種 應該要收拾的乾乾淨淨的吧 臉是收拾乾乾淨淨的 可是反正就穿像個大爺一樣 關鍵是關鍵是你爸也不覺得有什麼 你爸就覺得放鬆就好的那種 然後有關鍵是你爸也被帶偏了 你爸也是啊回家也愛那種那種褲衫 那那種就是你們知道嗎 就像那種籃球褲的那種褲衫 那種褲衫跟那種背心 你爸也就是我有時候覺得 就是影響這東西 習慣這東西也很恐怖 對啊 然後然後就是你爸以前不不穿那種 然後我現在也是愛穿 然後我回家也愛穿這種 你們你們可能如果說是在恒店那種 什麼燒烤灘 或者那種那種什麼小吃店 你們碰到他們兩個估計也認不出來 或者是覺得是好像又不是那種話 你可能像兩老大爺 懂嗎像兩老大爺在那個街上 你就很難跟那種明星就是扯 扯在一塊 你會把他當路人的那種 就穿背心啊 穿背心跟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種球褲的那種褲衫子啊 就是輕鬆啊 那你你甚至的懷疑裡面 是不是是不是沒穿內褲 熱啊 對啊 不熱啊 穿著這種樣子 確實很舒服 是啊 你穿著這種經常空檔 就覺得 就覺得 嗯 嗯 這也只能嗯 那有辦法了 就真的嗯 那拿不出來你還想看啊 對啊 也只能嗯啊 啊 你爸都半夜下班 是啊 他他現在是這樣子啊 他回去的時候 狗都睡了 你是不是 你爸現在就是幹活 就是起的比雞早 睡的比狗還晚 什麼 在家穿 穿什麼穿 不是 啊 正常還是的啊 哪怕你在家裡面還要裸奔 真的是 這個話說的 對啊 哪怕你在家裡面還裸奔 啊 啊 他的環境是真的很慘烈 不是啊 他他現在拍的這個戲 晚上的戲也挺多 就主要是那個蚊蟲啊 因為天氣又很熱 然後那個蚊蟲 是是真的很恐怖 真不騙你們 那些待拍估計 估計也是 被拍出來的時候也是滿頭包 是不是 這天氣 真的啊 鬼都受不了 這熱的要死 什麼 走路一個沒力氣 我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什麼 受候啊 我不知道什麼受候 各自忙各自的 現在誰有空打聽誰呢 是不是 對啊 有事沒事問他這種嗎 我 我也沒那麼無聊好不好 什麼脖子 衣服後還被脖子 還被咬 那脖子 你露出來的地方 就不用被釘的是嗎 那脖子呢 你說要換這脖子 你算是中災區了 那哪天看起來還以為 還以為 就別人不知道的 還以為那個什麼 還以為是你媽幹的 那你媽就剃那些蚊子 背黑鍋 雖然說我也中 但是我一般不會中在這種地方 但好歹要拍戲 是不是 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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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自覺還是有耶 對啊 又熱 這蚊子 蚊子 蚊子又多 沒去啊 沒去啊 他有什麼好去的 沒去 真真他有自己的事嗎 哦你是說他上次拿那個藥的時候有沒有去啊 弄那個弄過去他就走了 他有很多事了 有有去啊 有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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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那邊剛好那個 那邊有劇組 但是不是他的那個工作 他過去看一下 貼心 他他他就算是不去那個就算是呃沒有沒有沒有這回事他也要他也會去的 因為他那個最近他有一個有是是有個項目在那邊 但是不是他的 是是那個 是是他工作室那邊的 他自己本人的也有啊 所以就是但但有一些東西還是得過去看一下 因為因為有一些就是名義上畢竟是他的是是他的項目是是他工作室的項目所以還是得過去看一下就是以示隆重的真其實是他屁的沒錯 對啊 事實上就是他屁的沒錯啊 那不然呢 然後然後過去了以後 你別還有緊張什麼 哎呀 就就就哎說吹噓一把說是他哎呀他過來的幹幹什麼的其實他都沒動手的 對我說那你過去幹什麼沒有他說過去露個臉 比不漏好多 傻項目啊這些是保密的出來的在講 懂嗎 好的會給你們誇難看的就拉倒為什麼因為預算也不夠 預算一般 怎麼怎麼現在的劇裝罩這裡都都都都都都給不出就是相應的這個這個劇本的這個這個預算了哦 這錢拿去幹嘛了 真的就就賊好奇 對啊 就就怎麼說呢因為他預算就在那了你你就算是能力再強懂啊你能你能力再強他他你只能說是就是 就是起碼在裝罩這塊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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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人家批購病太多 那那那那只能是這個了那但是並不是說你要投多少錢但是你這個給給的那個什麼也太苦了呢 你爸這個暗和傳這個服裝就就是就是也算是花大家錢了呀 很捨的在暗和傳給你爸那些衣服啊這很捨的我希望我就是希望不要不要亂剪啊像那個像那個什麼東方月初就好有有好幾套衣服好好看的鏡頭都沒有就離譜 還就這還好意思說說說說男說男主呢是不是衣服都秀不完還叫還還男主 是不是真的衣服都沒秀完我也是沒見過這麼慘的男主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VV老師那個羊羊那個且是天下哦這恨不得恨不恨不得把衣櫃給給搬在那裡呢就每一套都都要秀一下那種那種人家這種才叫才叫大男主好不好工具你你你能秀個衣服你你能秀個衣服的機會人家都不給你 你看就就這人家還說你是宇宙太子呢你看你你圓不圓還經常經常被這種有的沒的鍋 對呀 對呀 懂嗎要是要是不知道的我還真以為你是什麼宇宙太子呢 四個字家估計想吃吃老皮 哦我就有時候經常是覺得你們就是是是就就為什麼就是老能吃到這種瓜呢 老能吃吃到這種瓜 你知道我我是我是那個我並不是說不去關注這種或者是幹什麼的 因為我是覺得我關注他或是我看到看到他我都有點個硬的一個情況 我就會主動的避開他的消息 我自從知道他賣他要賣房子以後我就覺得這個這個人也就這樣了 真的是沒頭沒尾的就要再也不想理他了 蛤 不是四個字跟老皮到什麼什麼有什麼醜什麼怨 那我就很想我又很想問你這兩個哪個是好東西呢 什麼東西什麼叫畢竟歪歪 那你說你說威威老師的經紀人還是有點能力啊 欸你想想看 呃呃 諸葛亮 夠厲害吧 諸葛亮夠厲害吧 阿斗該不行還是不行啊是不是 阿斗該該該搞還是不行啊 什麼 他說什麼小鄭做體價就是老皮搞出來的 老皮不搞不搞的時候小鄭做體價這個事就不存在了嗎 那他確實這個這個編制的這個問題確實是有問題啊 欸真的是 這種東西 你一會兒講以後 你我好不容易我才養 我才我才把分給養回來 你現在現在是想要把我分給送出去嗎 我就想問你 啊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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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想把我的分給送出去嗎 聊聊這種 不是我說我說這個事情擴不擴大 擴不擴大這個事情 他本質是什麼呢 他本質是你沒有做過這件事情他怎麼黑都沒有用 懂了 那就是因為你做過了以後他才他他他他他就著你這點不放了 當然了老皮那種就是愛無是生非的那種那種事情是很很很多的 但亂愛愛愛亂造謠我這是真的也是真的啊 是是真的但是但是不代表他他愛造謠以後的話就是對對於四個字這件事情他他他需要造謠啊 這不是什麼秘密啊 主要是 懂嗎 這也不是什麼秘密啊 真的雖然說老豬他們家造謠出了名的但是你不能就說 我我也不會說哎呀因為他造謠習慣以後他就說他這件事情就是造謠了吧 也沒有啊 就因為這件事情是實打實的是真實的呀 敢不敢敢不敢公開嗎 也沒有啊是不是也很怕別人去查那些過往啊 啊 啊 真的是好笑 我說為什麼要對這些人真心實感呢 看吃個吃個瓜就吃個瓜了真的是 那有幾個好東西 吃個瓜也也要是稍稍真心實感一下就覺得對不起自己 那誰誰又是擅茶了我問你 就就就你懂嗎 就老皮跟跟那個跟那個四個字哪一個是擅茶呀 都不是擅茶 你看看就行了 明天到時候你看個瓜 就是路路過看個瓜都被人家踹一腳 他們現在不就是不就是這種嗎 懂嗎 就吵吵著吵著在路過的狗都要被踹一腳的那種 我說鄧倫是老皮搞的 唉 唉 唉 懂嗎 就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是 你沒有做 你沒有做 然後被別人冤枉了 這種叫真冤枉 懂嗎 這就是有一種事情叫沒有做 什麼都沒做 然後被人家按頭說你做了 這種叫委屈 叫被冤枉 但有一種是被是你做的 然後被別人抓到了 人家放大了 就是這件事情那你只能往自己苦果裡面吞 那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做了 他也不過他也不過是順勢而為是不是 他要是他要是不是順勢而為 他能把你給弄下來嗎 唉你頂多說這個人就是就是真的很爛 但是你不能說他沒手段知道嗎 我跟你說過N次了 我就說了我說這個人 是不是 我說過很多次了 我說這個人 你可以否定他一切 但是你不能否定他的手段 就是這種人在這個圈裡面能活 好 而且他能很無恥的活著 是不是 你只能說這種 你只能就是很感慨的時候 這種 真的很有手段 然後但是你並不會覺得這種人有什麼好的 懂嗎 甚至你都不是很想題材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覺得 就這種人 可能是人家有錢嗎 反正我都替他們累 你說是壞人嗎 那肯定壞 不壞 就幹那種事 但是好壞又怎麼界定呢 是不是 好壞又怎麼界定呢 就像那個死豬一樣 我是很討厭他 是吧 那個老B 我是很討厭他 但是也得承認人家很有手段啊 搞死了多少個 是不是 人家搞死了你多少個 人家還在那活蹦亂跳呢 然後我在你上 你奈我何 就那種 但你說 其實人家搞了你做沒做吧 是不是 你做沒做吧 你做了以後 這種事情就只能說是擴大 他路景嚇死了 就是這個樣子 是你送上去給人家的 像哲瀚那種 真的就無視生非了 懂嗎 只要這種就真的就是無視生非了 那我就問你小鎮座提加這種 奶就是冤枉他了 也沒有啊是不是 只不過是因為這 就是這件事情是一個人知道的 還有一千個人知道的 還有一千萬個人知道的 一個區別而已 就是 老媽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我們老皮 就 就就性 性潮的知道吧 不是就那個你們 我突然間腦子短路了 被被氣了 腦子短路了就 現在就是可能跟你們好好說啊 我腦袋也是空的 被躍躍真的 被躍躍氣了 腦袋是空的 我現在跟你們講話 腦袋是空的 孫病的土 師弟叫什麼名字來的 孫病的孫病的那個 就是就是那種 就會嫉妒一些 就無中生有 甚至跟你 甚至跟你 都不認識的那些人 只是因為人家有才華 都會都會 或者是人家有一點點的 一個苗頭 都都要嫉妒的那種 龐方喔 對龐 不是就 就龐 龐君 對 那不就是嗎 對嗎 不就是那種吧 就是 就嫉妒 就嫉妒 怎麼那種 他根本就不認識你 但是又有點 呃 跟你不相干的那種 然後 只是因為他 有一些某些事情 然後突然間 有一點關注度了 然後 就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咬那個帕子 該死的 他怎麼可以出頭呢 他這樣子都能出頭 就是 老是在怨恨這種 然後他就想著 不行 我要弄死他 然後 然後就本來人家剛剛出頭 可能也沒有 也沒有做過什麼 或是幹什麼的類型的時候 就要被摁死了 就簡直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就那種啊 就簡直莫名其妙 關鍵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誰弄死的也不知道 你的老皮就是這種人啊 就人家根本就不認識他 或者是 只是有一個苗頭而已 他就把人給摁死了 要被摁死的那個都不知道 怎麼回事 他這種事情太少幹嗎 是不是 然後你發現 就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 那種誣陷人啊 或者是那種事情啊 特別是那種什麼頂流啊 那種明星啊 那種什麼醜事 那種放大話的時候啊 你每次去看的時候 有那種百家聯合的 他就死豬家一定有一份 就一定有一份 就啥善啥善都 就是 你說他是主謀嗎 有點勉強 但是每一次重犯都有份 你就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就是 又感覺怎麼這輩子活得這麼難呢 就是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覺得活著這麼難的嗎 就 就 就是這種感覺 特別特別的 特別的強烈 對啊 就給我 有一種感覺就是 一條狗路過他家門口 都要被他打一盾的那種 怎麼一條狗啊 就路過他家 都要被他打一盾的那種 就是 就是離譜 就人家可能就是 懂嗎 就人家 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 就莫名其妙虎了 然後 就出 就是沒有出頭之日 然後他也不想莫名其妙 這個事情是因為什麼 他就就就有 就很無語啊 就經常有這種情 事情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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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著那雙 那雙渾濁的雙眼 正著那雙渾濁的雙眼 告訴我 就讓他的 讓別人看 看我的眼睛多成澈 這些事情不是我幹的 對啊 就是他那雙渾濁的眼睛 看我的眼神多清澈 然後我說我 你的眼神清不清澈 我是不知道 但是有幾條幾條皺紋 我是數出來了 對啊 你的眼神清不清澈 已經已經無人 無人在意了 因為真的很渾濁的 你的眼神 眼神清澈 與渾濁 與否 也並不是大家 很在意的一個 一個範圍 但是你有多少條皺紋 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了 你把那個頭給弄低一點行不行 他就感覺都仰著吹的 說他可以演爺爺 我覺得還也沒有過分到那種地方去 也沒有過分到說要演爺爺這種 就是也可以演那種五十多歲 那種中年老男人這種 角色還是可以的 也說爺爺爺就有點過分了 咱們時事求是 就黑也黑的有理有據 好不好 對啊你看就像我說我不喜歡他 但是會承認他有手段一樣 對啊 你看就像我說我不喜歡張傑 但是也會承認張傑 會很會唱歌啊 是小女孩說的 我只能說 就是有時候實話並不是那麼 並不是那麼讓人 可以接受 但是這種實話可以多說一點 懂嗎 跟那個小女孩說 實話並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喜歡 但是這種實話 我希望他再說一樓框 他爺爺爺不夠承祥 你你是不是也有一種他爺爺爺 或者很害怕他下面要把 把孫子或孫女 給弄丟或者掐死的那種啊 啥實話就說他可以演爺爺啊 說老豬啊 老豬可以演那個啊 演爺爺的呀 老到這種地步啊 就給那種感覺 我就說這種話 說聽起來嘛 就覺得 就是蠻蠻蠻過分的 但是這種話 就會說的 希望他多說一點 呵呵 懂嗎 愛聽 對啊 多說 愛聽 對啊 會說就多說一點 謝謝 你 這女孩不會被報復嗎 那也不至於變態成這個樣子吧 呵呵 呵呵 不是寶們 就是 就你們 就也不至於變態成這個樣子 就這樣的話 就說 就說這麼句話 這都被報復啊 我 會不會覺得也太太那個什麼 有啥消息沒 不是不是 有什麼消息 我就很想問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消息 不是每次都會過來一句就是有頭沒尾 有有消息 有啥消息沒 我就很想問是什麼消息 今天去你是不是挺高興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住他家 我不知道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有八卦嗎 就好安靜喔 真不騙你們 就最近 就最近很安靜啊 真不騙你們 哲瀚的出場消息 我都說了這種事情 他自己都回答不上來 你讓我怎麼回答你啊 他自己都都沒答上來 我實話實說吧 你你又覺得傷你心了 哎呀我不說吧 又說我 你是不是要再再回避這個問題 幹什麼的 我只能說就是哲瀚他自己 這話他都他都回復不了我 我要怎麼回復你呢 是不是 我我我那個 我就算我 比如說我上我去問他 我說 你那關是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的完結 他自己都 都回不上來的問題 我怎麼回你 是吧 今天看到劉姥姥和男體育生親吻 照 哪個劉姥姥啊 不知道你們說說說的誰 你們說的暗號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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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是公訴的嗎 應該不會太久吧 這種話你 你去問 你去問 問那個 問結案的人 問法庭 不要問我 我上哪知道啊 就每次 每次 每次都問他 沒頭沒尾的問問這種 我就說了 到底說過多少次 我說我這種事情 我是真不知道 然後 也不是我能控制 然後 你問我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 你問我什麼時候 我希望是明天 你可以問我 希望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沒辦法回答你是什麼時候 懂嗎 死話 就是死話 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聽的 劉姥姥最有名的不適合林丹嗎 那你們非說劉 就是劉姥姥是 那多了是吧 那多了 欸你怎麼有空呢 我都我都我都要下了 你那天在說什麼別話 蛤 我沒說啊 我說我說 你剛剛說的 沒有 我說你你現在怎麼 就是我都快下了 怎麼怎麼有空來了 這精華的都在抽筒 嗯 什麼東西 嗯 我精華嘛 我來晚了那也是精華 哦 那你你你你差不多啊 因為我要那個 我看10點多也要下了 就累啊 就見 行 不是 我有跟你們說啊 他們他們就是 又又又再問說 你媽的那個 那個什麼情況 哎 有時候覺得死話啊 說的又又又又又挺扎心 就是 我是真 真怎麼回答呢 是不是 就是 你不知道啊 對呀 你是怎麼回答你呢 你不知道啊 就是真不知道啊 啊 對啊 就很不知道 你們相信我啊 他要知道點啥 但凡能說的 我一定是第一個知道的 但是 好久沒有的 對 其實有點啥進展 他也挺想分享的 但是真沒有啊 這個真沒有 就別問他了 問也沒用 他們說哎 你開車啊 我說開什麼車 你們你幫人 啊 不是那個那個 陶志向他送了一朵花給我 他說好了 送花花了 我謝謝你哈 謝謝你哈 陶陶謝謝你 謝謝你的豪華玫瑰 西式無雙特選玫瑰 我的一朵都沒有了 對啊 哈 他們有時候就說 哎呀 就是你爸 他們現在什麼的 就 好難聊 懂嗎 這好難聊 你爸媽他們現在的 幹什麼 因為你爸就是 起的比雞還早 睡的比狗還晚 懂嗎 回去老婆都睡著了 你還讓我說為什麼 他回去的時候 他們老早就下班了 你爸現在就是 懂嗎 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 懂嗎 懂嗎 我們我們那個 那個那個 陳建平老師演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大橘子 什麼 那大橘子 那個皇帝 皇帝都沒有 就跟你爸那個初期差不多的 就起的比雞還晚 睡的比狗還晚 對啊 起的比雞早 睡的比狗晚 不就說的就是你爸現在了 他回去 然後你爸現在 你媽沒事幹 然後他去打那個高爾夫 他 我發現他去橫店這邊真的很愛出去打 然後就是不是很熱嗎 很熱 然後把自己曬黑了一圈 然後突然間發現自己黑了 然後又不去 又不打了 又去把 又去打室內去了 就主要是其實我也能看得出來 他真的很無聊 為什麼因為你爸真的沒有空啊 就起的比的還早 然後回來的時候你媽都睡了 他出門的時候你媽還就睡了 你總不能去一大早的 又把你媽給吵醒嗎 說你媽也起來啊 但是你媽要幾次去上班 他去找事啊 不就跟我們正常的那種社畜 那種很像是不是貴妃哦 就自己自己哄自己玩呗 那怎麼辦 對啊 那社畜不就這樣子嗎 就各忙各忙各的呀 但是回來的時候就總歸還是有那個的是吧 嗯 走一個那走一個就 哎 你們你們有時候就覺得就是重重 就你們開玩笑就行了 但你身體力行就知道多辛苦 就累得要死了是吧貴妃哦 嗯 尤其是像他們現在這個老夫老夫呢 可能罰值就比較高 就一開始那種簡單的副本不夠了 你倒倒也不是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說實在的就累啊 是不是 就就下班回來 你下下一下下班回來 老婆睡著了 大半夜的那種 你你忍心哦 就是真的是 對呀你把人家扒拉起來 你忍心哦 我就很想問你 我跟你想 如果是我加班或者幹什麼的 回來後你們姐夫睡著了 我是不忍心叫醒他的 就比如說像我也是啊 有時候我睡著了以後 你們姐夫也不會叫我啊 也不會叫我啊 也不會叫我 那不是不是不是這麼個回事嗎 就是那種 就各忙各的 回來的時候大家躺一個被窩 就知道他會回來 他是在我旁邊 就有一種感覺 這這就可以了那種感覺 然後等大家都閒下來的時候 的話就湊一起 啤啤啤啤的聊一些東西 是不是 雖然說我跟你們姐夫閒的時候也不會聊 但是我覺得你爸媽肯定會 嗯 不是話題我拐了 就是說到哪是哪 說到哪是哪 我不喜歡 就是就是 就是老是講講那個 哲瀚跟跟俊俊有什麼好講的呢 我我真我真不睡他們床底 就你看像他們有人問 我說有時候也得了解一下我啊 是不是你看 莫名其妙就跑過來說 哎我爸今天心情是不是很高興 啊我我忙到就是連他連他去上班的 路透圖都沒看 我又不睡他床底 我哪知道他高不高興啊 反正就是現在他的生活就是 起的比雞還早 睡的比狗還晚 我我是想不明白他有什麼高興的了 真的 懂嗎賺錢啊 是不是他很開心他賺到錢了 但是我想不明白他有什麼高興的 真的 起的比雞還晚睡的比狗還晚 起的比雞早睡的比狗晚 但是他確實好好看啊 什麼什麼你們愛聽我不愛講啊 我就是就是我就覺得就是我變態嗎 是吧我變態嗎 我就想問你 我很想問你 我變態嗎 就就 我覺得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這樣子就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我並沒有興趣知道 我就是最近他們 最近還有哲漢穿什麼 顏色的內褲 我對這些沒有興趣啊 懂嗎 該說不說哈 該說不說哈 就是今年在在恒店的生活 你看他那個助理拿飯盒啊 還有小彪哥 太小彪了 大彪哥 每天跟著他 出出進進的 就是他拍領的時候 那種完全的那種 就是 菜頭的那種 青色感完全沒了 上班 上班 出裝 帶飯 然後拍戲 你有沒有這種 有沒有這種 似曾相識的感覺 有 就是老色畜啊 哈哈哈 我們上班 不就這樣子嗎 不就老色畜 就這樣子 哈哈哈 真的 然後 然後我跟妳講 就是做色畜久了以後 妳還要妳爸 像以前那樣子 哈哈哈哈的 然後我說 哎呀就做一個很開心的 打工人 我就想問他 我說俊姊還笑得出來嗎 就起了筆記還好 睡著比狗還好 我就問他 俊姊開心嗎 還笑得起來嗎 哈哈哈 哈哈哈 對 原來就是 你看至少在拍錄段的時候 你覺得還有些起伏 啊 對 現在就是那個 就就那個 就是上了十 十年班的那個 然後 妳已經混替職場裡面十多年了 然後妳 然後妳讓他跟跟新人一樣 就是啊 我要出社會了 我要工作 我要賺錢了 你還讓他有沒有那種興奮感 然後 妳去問妳一個 妳在一個學習生 或者在一個應接學習生上 妳可能還能看到那種興奮感 但是妳在一個十幾年 我不說十幾年 妳說一個五六年的一個色畜 一個身上 妳還能讓他有那種 那種很興奮的感覺 也只有加工資了 哈哈哈 那確實是不行了 哈哈哈 對 班味很濃 對 上班的味很濃 即使是他也做不到 就那種甜甜的那種感覺 沒了 就關鍵是 關鍵是熱的要死了 熱的要死 然後又是 又是 那個內外七窗 哈哈 是的 那他 他又做到心情平衡 不出汗 我都已經覺得真的是神仙了 妳們還要 還要人家一天到晚的 就是笑嘻嘻的 真的妳試一下 妳試一下 很長一段時間 起的比雞還晚 睡的比狗還晚的 起的比雞早 睡的比狗晚 然後 那個三十多 三十多度的一個 大曝曬熱天 隨時可以中暑的 一個情況下 內外七層 然後去拍 又貼 又貼戴假髮去拍戲 妳試試看 哈哈哈 那時候拍 那個拍溫柯行 穿的都沒像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樹木雨這麼厚 那個溫柯行 拍的時候 那個沒濾鏡的時候 都能看到那個 貼頭髮那地方 冒了汗珠 哈哈哈 都能看到他的冒汗珠 妳更何況現在這個暗合照 妳穿的比那個 溫柯行還厚 她也沒有什麼 她那裝照好看呢 我跟妳講 妳但凡換個人的話 就穿起來像個 像個匪主人 這種種啊妳信不信 還有她這個戲 其實她這個角色就是 就是 就是那種 夜戲很多 我跟你說 因為 沒有人跟她一起 欸 對就是古寡 就古寡 沒有古寡 倒不是說有CP 但是 就像是有CP也是那種孤寡 真的 因為從頭到尾都很孤寡 就這個人就很孤寡 不是 是她從出生開始 她家世跟她的職業 各方面都很孤寡 所以她 她的戲在晚上很多 很正常的 為什麼一個殺手光明正常 就是聽天的話 就是聽 這叫什麼來講啊 青天白日的 是吧 青天白日的去去殺人 殺人犯火吧 我真的很想問妳 我怎麼覺得妳都快唱出來了 對呀 就是啊 那個那個那個 是不是 青天白日的 然後舉著個傘 是吧 蹭著個傘 然後那個說 然後我來收妳人頭 那種有病啊 是不是 肯定是 夜黑風高 是吧 夜黑風高 殺人努力 正是 每次都說夜黑風高 真是殺人 這個就是 群像戲她被摘得很輕盈 人家群像可能是就像武林外傳一樣 互動很大 她的群像 她就是其中一項 沒有我跟妳講 就是就是愛河傳的這個群像 就是可能妳爸上一秒還見到這個人 下一秒他嘎的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殺手家族啊 出任務死的很正常 死的很正常啊 又是一個殺手職業 他需要對他周邊的人有什麼感情嗎 沒有啊 是不是 妳見過哪個殺手 就跟殺手說 我對妳很有感情 什麼之類的 他跟那個蘇昌盒 好是一位蘇昌盒要要接任蘇家 知道吧 要接蘇家 蘇家家主啊 關鍵是他跟蘇昌盒 本身就也算是一個蘇昌盒 認識的一個好朋友 是吧 也也算是為數不多的一個好朋友 但是妳覺得這個蘇昌盒 就沒有就就沒有利用蘇慕語啊 怎麼可能 妳半翻蘇昌盒 想做那個蘇家家主 有他蘇昌盒什麼事 他他立馬 那個蘇昌盒又給我想到 我他媽又想到龍啸雲了 真的妳說那蘇昌盒跟蘇昌盒 就是感情有多好還是幹什麼的嗎 就是兄弟之間的感情能有多好什麼 但是我妳知道我是從小蘇看完 要再看動漫類型的時候 我就我只是感覺他可能會對 就是蘇昌盒對蘇慕語有七分 七分兄弟情 不是三分兄弟情七分是利用 他他他原本那個蘇昌盒去做那個蘇家家主 是怎麼站穩的呢 所以就是因為蘇慕語啊 蘇慕語做了第一做了他這一任他做家主的那個魁 妳們也知道就是那個第一殺手 就是他們他們那個殺手排行榜的那個 就是穩坐穩坐第一的那個殺手 就就那個就是就是傀傑的那個傀 做了第一任啊 然後後面後面後面他等那個蘇慕語做做穩的家主 那個家主以後他就退下來了是不是 妳看沒有重心的 妳說妳說沒變那個蘇昌盒利用咋可能呢 妳妳妳妳妳怎麼會相信 就是打小在那種就是妳死我活的那種長大 那種環境裡面還能還能出出那個感情多純粹的人呢 蘇慕語算是一個奇葩知道嗎 所以我才說她是那個她很像她很像 很像溫克行跟周紫蘇的小孩 對 所以我才我才會這麼說的嘛 她簡直就是一個中和 她的肢體 她的肢體她的協調性她的整個的氣質就很合 特別棒 她們是蘇慕語有沒有做家主 她她們蘇家這邊她是有分支的知道吧 分支她做整個整個蘇家那邊的家主的就是家長 就是人家叫她大家長 就是因為她有有眾多分支知道吧 蘇慕語他們家這一支只有她一個人了 有跟沒有嗎 去別知道吧 她叫大家長 是因為她有庞子有很多庞子 就是大家 我也會卡 所以我可 那你也會卡 也算是家主啊 我卡嗎 我卡的嗎 也還好吧 卡 是你聽的卡 不是你們直播間人聽的卡嗎 欸你們聽的卡嗎 哈囉哈囉哈囉 是吧 我那個網又掉了嗎 究竟不是很穩 那還是我卡 好吧 收掉吧 你看 你等一下她們說不卡 沒有還有六分鐘 還有六分鐘 真的我很喜歡蘇慕語啊 你也很喜歡蘇慕語這個角色 她真的就是蘇慕語跟周子舒的孩子 這兩個能生就是蘇慕語 因為為什麼 你看你 你看蘇慕語是吧 五分鐘啊 就是不是從小也是被迫在這種 這種環境裡面長大的嗎 然後蘇慕語她也是從小在這種環境裡面長大 但是但是 但是你 蘇慕語跟她有個區別是 蘇慕語在她祭祀之前的時候 有個很溫馨的童年 有一個很溫馨的一個 一個形成她三觀 一個一個 相關的一個 特別是一個 對世界 對人的一個 是非 是非官 她在很小時候有說 有塑造的 但是蘇慕語不是啊 你看蘇慕 你別看喔 我都說蘇慕語不是好人的 真不是好人 嗯 懂嗎 她是真不是好人 為什麼她從 她是從小就開始殺人的 懂嗎 她是一路上來 她一路上來 她踩了多屍骨 也不是 也不是所謂的定義上的好人 大家只是立場不一樣而已 真的 就像她父母死了 也怨不了誰一樣 你看她 她也知道她父母是被誰殺的 但她只能說是 我去支持你那個 然後我去支持 之前的時候 殺死我父母的敵對幫 是不是 那個那個敵 敵對派 然後我去幫 我去扶持 或者什麼類型的 她就不是那種 她不是那種 我知道她是她殺了父母 然後我親自過去報仇的那種 她也知道她父母也死的時候也是有種 就是也算是那種什麼叫因果的那種 懂嗎 也是也是有因果的那種的 而且而且就是在在他們培養在殺手家族培養的 是的是的是是非關裡面 就是沒有沒有什麼是死人解決不了的事 就是我跟你講 我宰了你不就行了嗎 就這樣子 嗯 對啊 然後然後我吵架吵不過你 隨便呢 我宰了你不就行了嗎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然後我們吵架 也不用吵架 我看你不說你直接宰了就行了 就是這種啊 那那你說她沒有沒有那種沒殺心嗎 她殺心很重啊 她殺心很重啊 不然你以為她功夫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一個是悟性 一個是殺的多 她殺的多 她她是真正有一點就是對劍道這個東西有點 有自己的所謂的一個劍道的一個是因為她跟那個 呃李寒一他們認識 李寒一他們認識 然後跟李寒一他們一起執行任務了 然後就發現其實有些事情也也就是也沒有沒有也沒有那麼的非黑即白 因為李寒一他們自己就是就是灰色是吧 就有些事情 然後她也是她也是後面長大長大開始出來執行任務 還要接觸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以後 她才會有那種 因為她本身一個是這個環境長 這個出事這個身世還有這個成長的環境就是這樣子了 然後她也活泼不起來 她也活泼不了知道不 她活泼不了啊 所以我就說她很冷靜 但是她也有失控的時候啊 怎麼可能會沒失控的時候啊 她她真的很想跟李寒一比個高下 但是我我我說我不是我說破冷水 她真的打不過李寒一 俊俊好不容易接這個角色 人家溫克星好歹天下第一 武功獨木天下是不是 獨木天下 你你演的書目雨了以後怎麼 怎麼還要被李寒 還要被人家血月間線他們壓著打呢 都已經都已經幹成了書家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殺手了 出了江湖 出了江湖 出了江湖以後 也是一個橫行 也是一個橫行江湖的一個 就一個傳說級的殺手 也打不過人家血月城 這太可憐了 嗯 少少少就是少哥的時候少年哥行的時候可以打打 你想想看李寒一是怎麼 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呃李寒一的老公是怎麼死的 他們他們他們要圍剿李寒一要七個人 七個七個身手都跟他差不多的人才能去圍剿李寒一耶 你說你說他跟李寒一的時候可能可以打打 你頂多就是他可以藍一藍李寒一耶 好不好 不是他說溫克星打不過葉白衣 你葉白衣不是後腳 後腳嘎了嗎 五分鐘啊 這個要要給溫 我們要給溫克星洗白一下好不好 就你這個東西還是活人排 活人可以排好不好 你葉白衣 你多吃幾萬粉好不好 你後面不是嘎了嗎 你嘎了以後就是就是我溫克星了是吧 是不是 那我就是人家就說也不會跟老溫搶這種第一名啊 人家老婆嘛是吧 那我兩公婆誰第一 這東西用得著說嗎 反正只要是你所謂你天下第一 你過來就是夫妻混打是吧 夫妻雙雙混打 男女混打 對啊 對啊 你要你說我要 我說我要裝大第一 然後我要挑戰你 然後你一過來的時候是被人家夫妻雙打的 然後你又跟我說 那是被別家的啊對啊 然後你就跟我說 然後你跟我說什麼 他說不如七爺大巫 你想多了七爺不會武功 好不好 七爺他七爺他是會見法也是君子六義的那種 懂嗎 七爺是會君子六義的那種 但不是那種超級高手 七爺厲害的是什麼是腦子 懂嗎 七爺跟大巫這對話是智力跟武力的一個軍行 但是你說到後期了以後 那個溫克星跟大巫誰的功夫厲害的話 比招式 大巫厲害 比拼殺溫克星厲害 懂不懂 這個是大巫親口說的 你跟他跟溫克星兩個人拼殺 他打不過 就是他拼殺不過溫克星的 溫克星出手是 是殺招 有大巫大巫大巫 對大巫學的東西是學的是君子六義 然後研習他這個職位的一個一個功夫 他是上漲到一定程度 然後的話他是他的他的那個功夫門法 他就不是拼殺那一套 但溫克星從小學到的東西就是一殺必命 所以他們兩個去拼殺的時候那個那個那個大巫是打不過的 但是如果說你說我們兩個過招拼內力的那種 他是那個溫克星是搓磨不過那個大巫的 那你說七爺跟那個 跟周子舒 那你肯定是七爺打不過啦 七爺他是 是智力添花吧 睡覺 對 我討論人先睡覺 對啊 準備睡覺 六位好 殺人沐嶼是老文以外 呃對差不多 對沐嶼啊 對蘇沐嶼啊 對蘇沐嶼是是跟是是跟那個 呃老文是一派的 但是你說他那個 你說他要要跟那個李寒一拼殺 那種類型話 你你是功夫 差不多 境界差不多的一個情況下面做拼殺 誰有經驗誰贏 但是蘇沐嶼跟李寒一 他就是有差距知道吧 他是他是他是有差距就是境界上面有差距 李寒一的功夫已經是半步神游了 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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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仙 他是進仙 他已經他已經快半步神游了 他境界就是有差距知道吧 他境界是有差距的 所以為什麼說截殺李寒一的時候 是是七個人一起去圍殺的 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他可以攔 但是攔的代價很大 溜了溜了拜拜拜拜 我一會把那個 呃回放的放上來啊拜拜 拜拜